为了落实卫生教育宣导 草屯镇卫生所特别与亚洲大学的学生来到旭光高中 以演戏的方式来达到宣导的效果 让学生们了解烟酒毒品 对青少年身体的伤害 因为这个演讲让我了解 对这个东西比较深入的了解 他有讲到那个忧郁症患者 就是要 就是不能对他说一些话 应该要就是用其他的支持方式 他们来宣导那个安全性行为的 然后还有保险套的使用方式 然后严害防治法 让我们以后多知道 有一些毒品的多变性 藉由本市的宣导活动 让学生们可以清楚知道 在这个年龄层会遇见的问题 又该如何排解问题 并且找到疏解压力的方式 用一些小短剧的方式 来表现我们可能会有成瘾的状况 还有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个 面临会法律的问题 然后去做处理 对那后面再借有一些正确的观念 去让学生了解到说 这些以上东西是不可以去碰的 那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 那我们也发现说 我们那头现在自杀率其实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会针对学校 不管是国小国中高中学生 都希望提到有关自杀防治这部分 自杀守门人 希望把这些概念提供出去 让他们社会大众或是学生都了解 我们怎么去面对 辛勤低落时候的处置方法 现员蔡明轩肯定卫生所的用心 让学生们可以知道 遇见问题该如何解决 并让学生们知道远离毒品 爱惜生命 希望借由卫生所宣导过后 能够让学生们了解 咽酒毒品的危害性 以及面对困境时 该如何解决调试心情 建立学生们正确的人生观念 记者 李永胜草存采访报道